聊天室 不要鬧好棒喔 我們現在在做什麼咧 請問這個電腦是在玩什麼 不是數點或半的會知嗎 10點半飛機賽還8點半耶 這麼早去要幹嘛 怎麼了… 這樣難度激動 什麼啦 因為今天做空姐的時候呢 就是counter40分才會關門 所以就是40分前到 我當人類的時候就是一個小時前到 這個一般人不可以學喔 你們要早點到 去美國可能要比較早一點 因為美國進關的時候 還要檢查你的所有行李 請大家準時知道好嗎 阿福 我要先去香港一個月 找QB哥哥囉 他知道QB哥哥吧 他應該不太知道 那你要乖乖的喔 好啦 走吧 我們出發去機場吧 QB你在看水耶 你這麼專心的看水 走… 哇 真的真的真的 人生可能就1%的機率 可以看到機場是空無一人的 通常來這邊呢就是 跟打仗沒有兩樣 好啦 等一下我們就要飛囉 等一下呢 就會沒有猛將拍攝 所以你們就會很可憐的 只能看我用手機拍攝 一路就交給你 對 一路就交給我了 今天還全體公司來送我 我真的太意外了 一定要吧 怎麼會這樣子的 好啦 在香港見了嗎 這樣 我已經拿到我的機票了 然後這邊有這個貴賓室 可是呢 像我啊 就知道自己會比較晚來機場 所以呢 基本上我就會 浪費這個貴賓室不去使用 大家會很疑惑說 欸 大家那種一折機票 會有貴賓室嗎 不會 所以你已經是乞丐了 我們有貴賓室嗎 沒有 我們是乞丐 好啦 終於要進去了 各位 OK 老熟樂活 老熟啦 香港見了啦 我愛你 沒有 沒人要回應你 老熟 你不是說我 不能上嗎 對啊 上台沒跟你算 下次快交女朋友了 沒有 他沒有 他沒有 他沒有啦 什麼意思啦 怎麼現在想講這個 不對吧 好 剛剛說沒有來貴賓室 可是因為我經過了 現在我們是10點05分 才會登機 然後 我們現在就來看一下貴賓室 還有沒有人 平常他這邊也是跟戰區一樣 平常他這邊也是跟戰區一樣 欸 應該是疫情的部分 所以沒有供應餐點 因為通常呢 可以在這邊看到都是buffet 現在他們提供的就是房地餐格 跟之前不一樣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 這是有義大利麵 然後 九宮格餐點 還有排骨飯 但是我沒有要點 如果你很晚才來貴賓室的話 會給疫情們造成一些小困擾 因為他們要出餐要很快啊 還要擔心說 你敢不敢上飛機這樣子 所以如果要使用貴賓室的話 還是提早到 謝謝 好 我們現在就是經過免稅店區啦 那我本人基本上也不在 機場逛免稅店的 所以呢 我們就會直奔我們的登機們 好咧 我們到了 9點57分 所以10點05分才開始登機 就是跟大家分享一個小故事 就是 台灣對我們來說是外站嘛 當時我在國泰 所以呢 這個電梯超級小 然後每次我們就是 要去飛機上的時候 我們跟香港不一樣 香港是有自己的通道 然後我們在外地就要從本地去 好 然後它打開了 超級小 因為空姐可能會帶行李啊 什麼機器 進來之後呢 就大家都會想進來 因為誰想拖行李走那個樓梯 那個樓梯超長的 可是呢 這時候呢 就是譬如說台灣人啊 香港人啊 就會想讓姐姐先去 就是形成了一個文化這樣子 然後 你要看那種就是先進來的 空姐 他們就會拿著自己很重的行李 從樓上啊 一路走走走走走走下來 然後呢 再跟大家分享一個小小的東西 就是 如果呢 你今天剛好是 飛到就是過夜班 比較長的那一班 然後第二天是去 日本東京 然後再飛回來 那個過夜的 基本上很多人會帶大黑出來 就是打算在台灣的家的服 買很多東西帶回去香港 那如果呢 你是飛那種短短的啊 就是你飛回來台灣 然後可能家裡人 會幫你準備一些東西 那這時候呢 你的行李箱也都會是滿的東西 但是如果你是台灣人的話 你飛凹破 也就是 你是台灣的人 你飛台灣的話 你是可以帶大黑的 但其他人是不行的 如果只是隔夜班的話 這樣 然後呢 你看 這是我的位置 然後你看毛毯 我們都會放在上面 新飛機耶 欸新飛機 滑航新飛機很漂亮 然後我們來拍一下新飛機的設置 拿下來就可以放飲料 哇賽 這根本開箱吧 喔這邊可以有點充電耶 喔這一台飛機是有Wi-Fi的喔 不想跟旁邊人見面 這個是可以拉起來的 然後如果旁邊坐帥哥 就可以把它搬回去 OMG 然後大家可能會問說 欸耳機通常會在哪裡呢 現在你稍微看一下啊 通常啊 這邊下面呢 都會有一個小格子 耳機就會在這裡 這邊呢 如果你想要再擋住的話 你也可以直接把它拉起來 喔不是耶 這不是擋住的耶 OMG 這是撐桌 撐桌裡面 我想往後仰 怎麼辦呢 我們來請問空服員好了 因為 這台新飛機我自己都沒有做過 不好意思 想要請問一下 你們這個椅背 如果要往後的話呢 這是觸控螢幕 您用你的手指去破面板 喔對沒關係沒關係 不好意思 好那按了觸控螢幕之後呢 你就可以做前後調整動作 那你現在做的位置是垂直的 所以它這個直線就代表垂直 那另外第二個部分 它就是有全部平常的功能 對那你按了之後就可以前後調整一句 原來是觸控式的 原來是觸控式的 原來這個就關掉了 然後你就可以 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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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現在已經在移動了 它就可以整個躺平 所以如果你飛比較長一點的啊 你可以躺著休息 像如果你看到毛毯 是用這個包住的話 就表示它是消毒完全新的 你也可以使用 好啦現在呢 我們準備要起飛了 然後呢你們看到這個 它就是讓你這樣的 所以呢 就是這邊會有一個扣子 所以 這樣拉著 沒辦法拍 這樣拉著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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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對了 唉 還是一個非常稱職的 可以空撿啊 哈哈哈哈 現在準備要起飛囉 既然呢 是新飛機呢 等一下 我們就先去它的廁所看看 再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飛機呢 這邊就會告訴你說 你要飛多少小時啊 這個是服務鈴 很特別的是 欸 之前我還沒有看過這個東西 這應該是新的 就是請勿打擾 譬如說你整趟都不需要空撿叫 你就可以按這個 再來就是它可以有WiFi 基本上我才是要付錢啦 不過我等一下可以來試試 我跟你講喔 現在啊 連那個Duty Free都可以送到你家喔 然後 可以玩 那如果沒事的話 可以比較長途的話 也可以玩啊 好啦 這邊我們就先講解到這裡 然後我現在要去廁所 這是我們的廁所 其實這個廁所 都會在機長室的旁邊 所以我們現在就來進去的路 現在這個空間 很小 這邊可以讓你掉東西 然後這邊是要鎖 因為有很多人都不知道要鎖 欸 其實跟我之前介紹的差不多 然後有沒有看到 一開始沒人用都一定會摺三角形 有些人就會摺得非常的花巧 然後非常的漂亮 來博取姐姐的眼瞅 然後廁所基本上就是這個樣子啊 它裡面沒有放微生片 因為我們之前還會有一個小桌地 可能是機型不一樣的關係 那跟大家說啊 如果你們在電影上 它要這麼紅紅的話 它就是救生衣放的地方 買傳輸啊 小姐你再想囉 好 小姐不好意思 我想問一下 你們網路上的Wi-Fi 是要付錢的嗎 目前提供是20MB的年費文字傳輸 那待會兒會不會你確認Wi-Fi訊號 是否正常 它通知正常的話 告訴你台北適合的 好沒有派適合 沒有要使用 我想問一下 8月底都是免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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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商場旅客就是100MB 商場旅客就本來就會有比較多就對了 對 所以就是你可能可以穿照片 但是如果一下子穿很多的話 可能你的速度就會降車了 所以沒有辦法看影片啦 暫時沒辦法 除非說你付費 喔如果付費的話就有辦法 對 好啦想不定大家也聽得很清楚啊 因為平常呢 你們都聽跟我講嘛 對不對 那現在就讓你們聽一下 空姐是怎麼說的 所以就選可以不要上禮物 喔怎麼很好 這個通常是給最可愛的小朋友 可是你今天是可以上最漂亮的小朋友禮物 太好了 對 這個就是充費的 我覺得很 你可以喜歡這個禮物 就是你可以掛在房間的裝飾 好謝謝你們 謝謝你們 我就說華航的空姐是最漂亮的 OMG 馬不停蹄的Youtuber 麵包 然後沙拉 然後會有水果 來看一下 哇賽 這是我們今天的餐點 在我吃之前呢 這邊我一定要補充一定 就是你們可以看到我的餐櫥 我現在拿餐櫥 然後餐櫥上面呢 可能就會印有他們的LOGO 然後非常多人 我不知道為什麼 公司的變態 或者收雞皮 他們就會偷偷把這個呢 放在雞的包包裡面 然後帶回家 各位其實不要這麼做好嗎 不要什麼東西都要打包 OK 我幫你們吃一下好不好吃 基本上呢 台灣的空廚 是不用擔心的 因為台灣空廚的食物其實都蠻好吃的 OK好啦 我剛剛吃完東西 然後呢 把餐點拿回去給公主員們 結果 才這麼短短的時間 我覺得我做了很多的事情 能不能有時間不夠用 現在已經來到了 剩32分鐘 我們就要降落在香港了 是不是超級快的 為什麼講到半小時 就是因為在2分鐘呢 機長就會說 你在30分鐘我們就要降落囉 所以大家就會趕快 把東西收一收啊 之類的 現在請各位貴賓 回到櫥上 你看28分鐘的時候 機長就說話了 欸我覺得我們已經 沒有時間可以問那個 公主員們一些問題 因為台北到香港實在太短了 那盡量就是 是不希望妨礙到他們啦 總而言之我做一個總結 我覺得華航的 新飛機新商務艙 做起來非常的舒服啊 那大家有時候呢 因為像今天就蠻早 有時候飛機更早 可能那種8點起飛 或什麼空間 可能5點就要慶床了 我覺得都非常的辛苦 所以有時候他們臉上呢 如果 現在戴口罩還好 都看不太到 如果他們臉上可能沒有 真的就是那種很燦爛的笑容呢 大家也不要說他們態度不好 因為 只要他們都是有禮貌的話 我覺得就是都是OK的 做的 飛行的 好良民 好啦 我們今天我們現在準備要下飛機 我們看一下外面的狀況 天啊 哼 別人拿出了他的袋子 然後外帶 飲食 OMG 好吧 這可能是 這是台灣人的物化嗎 為什麼 到底為什麼 欸 我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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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你們會謝謝 你們 坐著剛剛的那個小飛機 這個你看 這是鮮亮版的 我覺得全部都是送你的禮物 然後你在隔離飯店會很無聊 我知道 這個小點心 鮮的時候要想著我們 好 我會想著美金啊 我這樣就值得 謝謝你 謝謝你 我很不好意思欸 非常非常謝謝他們 送給我的 小點心 我會在 我會在我的隔離酒店 好好地享用他們的 我們要到香港了 各位 期待我在香港 第一餐會是什麼嗎 隔離酒店的三天 大家掰掰 記得喜歡的話 要按讚訂閱 打開小鈴鐺喔 我會 Что你也有過 我們一下子 謝謝大家 覺得我可以 謝謝你 來吧 哇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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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